大家好,我是星座主题悠悠 接下来为大家播报2020年8月21日的《十二星座》运势 反正现象,与处女拱土星 今天是努力工作,努力完善细极的一天 重点影响星座有 处女座,摩基座,天秤座,水瓶座 处女月到啦 祝我们的处女宝宝们生日快乐 接下来了解一下《十二星座》的具体运势 请同时参考《太阳星座》和《上升星座》 海洋座,五颗星 海洋宝宝今天可以尝试 试试一下自己的内心 对办理关系有没有过度投入 不要因为爱对方而忘记爱自己 对现有生活状况满意吗 也要因为视野而忽略了亲情 金牛座,五颗星 金牛爸爸今天结束了忙碌的一周后 给自己的精神生活充个电吧 听音乐会,看摄影展 看索艺术和灵性才是你的快乐老家 部分人可能会有一些奇特的梦境 双子座,四颗星 双子爸爸今天可以尝试 适当清理一下自己的朋友圈 以免能量被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消耗 这也有激烈性的让自己尝试独处 说不定可以赶走一生的疲惫 这些座,五颗星 这些宝宝今天依然是 被后继勃发奠定基础的一天 事业方面不是付诸就能马上得到回报的 需要时间和耐心 继续加油吧 下班后可以尝试把自己打扮得不像自己 双子座,三颗星 双子宝宝今天要注意饮食 警惕没有节制的吃东西而引起消化不良哦 部分人可能会遇到一些特别自我的朋友 事业上开始进入更棒的工作状态 处女座,五颗星 处女宝宝今天创意满满,灵感迸发 可以尝试先把想法记录下来 日后可能会运用到新项目或者新想法上 学业上精力十足,遇见难题不怕不怕啦 天蝎座,五颗星 天蝎宝宝今天工作方面动力满满 业势也非常不错 一方面事业进展得很顺利 另一方面老板对你赞赏有加 下班后把更多精力放在家庭上吧 天蝎座,三颗星 男生天蝎宝宝今天和周围女生相处得不太愉快 可能是不同频导致无法沟通 也可能是你从心底无法认同他们的三观 单身的天蝎宝宝开始渴望恋爱 身手座,四颗星 这首宝宝今天适合仔细思考自己的事业规划 发掘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和努力方向 不凡人需警惕人际关系中的中途 财运上面可能有些新计划 魔忌座,四颗星 魔忌宝今天适合沉下星来 推演一下自己的想法 计划一下自己的未来 衡量一下是否需要做一些转变 事业方面精力十足 有十足的创意和激情 水瓶座,三颗星 水瓶宝今天需要注意人际关系中的冲突 这种冲突可能来自于感情 也可能来自于财物 虽然是周五 也不可以摸鱼哦 部分人需要花很多精力习调家庭所事 双鱼座,四颗星 双鱼宝今天需要注意感情冲突 思维的混乱也会随之而来 可能是误解 也可能是欺骗 最好的方式是沉下星来倾听别人 部分人表达力大大提升 演赛转发,人生开挂